欢迎来到林老师课堂 一个财商的频道了 今天的主题是 财富安全的简单方程式 2.时间 时间时间是财富的基石 是你最重要的资产 也是你最宝贵的资源 你给予投资成长的时间欲长 就欲能享受复利 谈到积累财富 时间就是你最强大的长期盟友 关键思维累积财富是个奇妙的概念 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 是牺牲当下的快乐 以便让另一个人 未来的自己更快乐 我们工作赚钱 让不久未来的自己 有食物和住处 我们储蓄和投资 让长远未来的自己 获得经济安全和美好生活的回报 想象未来的自己 以及掌握时间可能发生的种种 是在他们和你自己的快乐之间 做出取舍的关键 斯多格主义教导我们 有效利用当下的重要性 要在累积财富的过程 充分利用时间 可以这么做 珍惜时间 明白时间是你最宝贵的资产 聪明地运用它 如果你浪费金钱 还能再赚回来 但浪费时间 就是一趋不复返 了解复利 善用复利的力量 累积财富 你会惊讶且深刻地发现 一笔小额报酬 在今年累月的复利作用下 会变得多么庞大 对抗通货膨胀为通货膨胀预做准备 通货膨胀不会消失 所以你的储蓄目标和投资策略 务必将此纳入考量 追踪你的支出 你辛苦赚来的钱 每天都在从口袋流失 也能迫使你对金钱 有不一样的想法 定期储蓄 每周或每月储蓄 即使不多也没关系 培养储蓄的习惯 无论金额大小 财务承诺和订阅服务 尽量避免需要持续维护的资产 稳定开销 保持一贯的支出 有助于提升财务的掌控能力 开销波动过大 永远无法降低支出 应变突发意外生活 总有出乎意料的事情 你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计划 逆来顺受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学习过程也难免犯错 你只需要把它们当作调整计划的理由 而非放弃计划 七十次寻求专业建议 对于复杂的需求 不妨考虑寻求专业的财务规划人士 兼顾享受与安全 确保财务规划 可以同时增进眼前的享受 与未来的保障 财务规划是为了提供你 更具吸引力的未来选择 当你开始收割 辛勤工作带来的成果时 好好享受吧 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欢迎继续解锁财务安全的 简单方程式 3.斯多格主义 我们下次见